三年了?你知道我这三年是怎么过的吗? 由于奥利弗尔霸气回归,一键进化多元宇宙 就为了这口前面几集的史,我笑着吃了呀 我是瓜皮儿,陕内侠最终记,前情提要 在无限地球危机事件中,奥利弗凭一己之力重启宇宙 创立了所有楷模同时存在的史元宇宙 人生犹如白鞠过戏,转眼已是三年流史 这一天是白瑞的三十岁生日 在第八季十六期中,白瑞遇到了一个山用伽玛射线的敌人 仅在一天时间内就变老了百岁 战胜对方后却因活得福,烦恼还童了三岁 正因如此,白瑞才刚刚踏入三十大关 所谓三十二利,小队秘密举办了生日派对 狄哥和卧利也远道而来为白瑞庆生 他的笑容也终于是发自真心的了 两任局长闲聊之余,把白瑞拉进了水深火热 是星格这个普通人类当局长让大家舒心 还是克里斯汀这个转化人当局长更舒心呢 这道夺命题,白瑞轻松化解,我都喜欢呀 三十岁是人生一个新阶段 狄哥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奥利法尔成为绿剑侠时所用的第一把凡曲弓 他们都认为这把弓随着奥利法尔的牺牲 和地球三十八一起消失了 可融合之后,天眼会找到了他 狄哥决定替奥利法尔把它送给白瑞 悲伤突然涌上了心头 白瑞一直没有机会向奥利法尔告别 他没有收下这份礼物 如果硬要送给自己 白瑞会把弓摆在联盟大厅来纪念 有些话他没有对狄哥坦白 他们而活,切斯特借机也送给了阿拉格纳一份礼物 是一个可以伪装面容的吊坠 希望阿拉格纳能靠自己的力量去保护别人 自从看到了奥利法尔的遗功 白瑞就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卧利眼间察觉到了白瑞的沉默 小舅子主动出击安慰杰夫 皈依佛教后,卧利就把神苏力玩出了花 他可以将意识投射到神苏力中 去寻找其他的时间线 卧利想通过这个方法 找到更厉害的自己来帮助自己 但这样做并不简单 迪奥放下一切欲望进行自我审视 他现在做不到 有个东西始终在困扰着卧利 白瑞听完一头雾水 你到底跟我说什么呀 大家举杯祝贺 让白瑞讲两句 他一句话感激了所有支持自己的家人 香槟前脚下肚 众人马上感觉到不适 白瑞察觉到 杯底的黑色血液但为时已晚 家人们接二连三地倒下 房间内传来了血魔的声 两位急速者正在快速分解着毒液 但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拉姆齐一生都在为一个目标而奋斗 实现人类的永生 但条件是 所有人都成为像他一样的怪物 而他自己则是成神 之前他控制过白瑞 让闪内侠成了好兄弟 这次白瑞自然不会上当了 因为目标换成了更强大的急速者 而两人早已经中招 从不喝酒的切斯特 反而成了唯一的清醒 拉姆齐则让其他人 成为了只知道进攻的感染者 忠诚是又名小患熊使人 血魔危机爆发了 埃瑞斯因为泰儿自带神速力 避免了一场灾祸 拉姆齐也没有功夫陪他多玩 他的所有计划 只针对握利一个人 沃利一生最大的阴影 便是儿时的穷困潦倒 妈妈看不起病买不起药 只能在简陋的房间里等待死亡 瞧当初又不知道儿子的存在 把所有关爱都给了白瑞 血魔利用这一点 激化沃利对白瑞的恨意 起初沃利还在反抗 可血魔能看到他所有的思想 明白他寻找其他时间线的另一个目的 节系快课 伴随着多元宇宙一起消失了 可如果多元宇宙并没有消失呢 或者说他们只是还没有发现 放下一些欲望进行自我审视 沃利自己做不到这一点 但有血魔的帮助 便能轻而易举地达到 还能创造一个没有病痛和死亡的世界 你所爱的人都能回到你的身边 这份诱惑是巨大的 沃利究竟能否抵住呢 白瑞被困在了血魔的意识中 他闪攻心理战 往往不会给闪电侠反抗的机会 白瑞心里的执念不就是大家因他而牺牲 维尔斯门 冰霜 凯斯林 还有奥利弗 而如今 沃利也因为自己遇到了危机 这无限放大了白瑞心里的愧疚 血魔打破第四面墙壁 带着白瑞来到剧组的拍摄现场 为他准备了闪电侠的专属谈话节目 还见到了之前自爆身亡的血魔兄弟米奇 白瑞迷迷当当地就讲起了台词 打着鼓励孩子们的旗号下 讲述着自己接二连三失去伙伴的故事 白瑞想逃离这里 却不小心撞翻了冰窗的棺材 又看到了死而复生的凯斯林 他讽刺白瑞因为是主角才有了免死金牌 大家都不如他一个人重要 血魔懒得看他们talk 直接唤醒了白瑞 因为卧力站在了自己这边 说的话也是杀人诛心 你拥有了别人的亲爹 又搞了别人的亲姐 还在别人的家里长大 享受着别人该有的拥护 卧力已经被引导失去了理智 他对眼前的白瑞除了恨 只有更恨 既然大家都没有白瑞重要 那就应该让白瑞去死 卧力的手刀刺穿了白瑞 闪电侠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 倒在地上彻底死了 切斯特躲进了实验室 并与艾瑞斯取得通讯 可两人都被困住了 唯一能对话的工具 也被血魔切断 敌人专门用他最在乎的人攻击他 并且当面毁掉了切斯特的礼物 主打一个折磨至死 能动嘴就不动手啊 门外的感染者还在撞击着大门 切斯特坐等着杀青石 门外传来了结冰的撕裂声 Keyon听到了某人的指引 来到此处拯救大家 他把感染者体内的水分全部结冰 在不致命的情况下 控制感染者的行动 Keyon按照那人的指引释放了狄哥 逼出了他体内拉木齐的血液 告知司机侠 Barry需要他的帮助 Barry缓缓睁开了眼 一个声音令我瞬间起了蜘蛛感应啊 B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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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have you done this time Oliver一脸淡然地调侃着Barry Barry还以为这是血魔的另一个圈套 他记起是握力杀死了自己 在结合眼前的Oliver Barry确定自己已经死了 他立马抱住了Oliver 而Oliver也欢迎温暖的拥抱 Oliver可是从不接受男人间亲亲我我的动作 作为幽灵 他一直在观察着所有生命 三年间发生的一切 Oliver都心知肚明 起初 他只想重建一个大家都平安的世界 本以为多元宇宙彻底消失了 可事实不然 多元宇宙依然存在 只是大家都察觉不到而已 就像红死魔 他就来自地球4125 Oliver先瞎之余 给所有地球做了编号 他道出了血魔的真实目的 借助握力的神速力 将病毒传染到所有宇宙 沃利以为自己只是把意识投射到了其他时间线 但那实则是无限科地球之一 此时 血魔掌握了绝对的控制权 让沃利打开了多元宇宙的通道 他马上把病毒丢入其中 开始了成神的计划 而Oliver也察觉到了攻击 马上利用幽灵的力量与之对抗 这也大幅削减了Oliver的实力 Barry肯定他送自己回人间 Oliver却说自己做不到 因为在Barry的内心深处 他不想复活 愧对所有因自己而牺牲的朋友们 Barry告诉Oliver 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他思念了所有无法到场的人 不用多说 Barry也清楚Oliver知道这一切 重启的宇宙里 Oliver所在乎的人都复活了 唯独放弃了一切的开始 自己的父亲 因为Oliver清楚 自己无言面对父亲 当罗伯特选择牺牲自己 让儿子活起来时 Oliver却把生命投入到了复仇之中 欺骗自己说 每划掉名单上的一个人 每拯救一个城市 不辜负他们 内心就会得到一丝慰藉 就不会有负倔感 但Oliver错了 人在世间的一切遭遇 都会伴随着这个人一生 当你没有办法推开他的时候 就要学会接受他 与之共存 是Oliver早已明白的道理 所以他会牺牲自己 拯救世界 拯救Barry 因为Barry没有浪费生命 他像是黑夜里的一盏灯 可以指引着大家前进 Oliver郑重地问Barry 你是否愿意继续奔跑呢 Barry点了头 却突然害怕Oliver施展意志禅 但他想错了 Oliver会更粗暴地让他回到人间 与之一起冲返人间的 还有星城乃至宇宙的守护者 绿剑侠 多元宇宙的危机再次到来 幽灵绿剑必须现身解决麻烦 Barry以为Oliver是想自己了 但Oliver只想念自己的老伙计 因为大部分力量 在对抗多元宇宙中的病毒 Oliver实力大减 必须找到机会射出制胜一箭 可血魔还有个握力作为帮手 红绿组合必须将敌人逐步瓦解 闪电侠与闪电小子展开了激烈的追击 正经地急速着大战再次打响 Barry不忍心伤害小舅子 只能一退再退 但TALK才是真诚被杀 他引导握力 却回忆过去的种种美好 人生长有不得已 但不可以忘记幸福的瞬间 Barry终归还是个心存善良的孩子 他很快挣脱了血魔的控制 而血魔他召唤了感染者大军 Oliver歪头表示没有压力 一提多是绿剑侠的基本操作 这丝滑的打气 远近的衔接 全都回来了呀兄弟们 正当血魔要展开完整体时 一股浓烟将其打散 感谢来自斯巴达的一发火箭 这堪皮亲生兄弟的拥抱 Oliver从来不会拒绝 最终血魔还是变成了最丑陋的本体模样 并得到了狄哥由衷的赞赏 Oliver和他落入了下风 但双闪也是不可忽略的存在 大小闪电侠将其死死困住 接下来就是看Oliver的制胜遗见 幽灵的力量即刻净化掉了所有病毒 从此刻起 多元宇宙再没有血魔这个反派 Oliver还是仁慈的 他治好了拉姆齐的血癌 要让他以平凡人的模样 接受来自天眼会的审判 拯救生命不可用极端的办法 多元宇宙依然存在 而指引Keon的那个声音 正是Oliver暗中提供的帮助 Keon与自然界连接 拥有对抗非自然物质的能力 由他去驱散血魔的病毒 是Oliver计划好的一部分 作为幽灵 他还要继续去守护多元宇宙 但临走前 仍可以为Barry继续举办生日派对 大家都知道了沃利的遭遇 沃利也决定遵守急速者的底线 不去涉及其他多元宇宙 他的问题所在原子内心 如今终于放下了其他欲望 而狄哥也终于有机会对Oliver告别 他一直在用心培养和监护Oliver的后代 米亚和威廉都成为了很优秀的孩子 这一切Oliver都看在了眼里 也算是自己作为幽灵的唯一特权了 他也一直在关注着自己的兄弟 狄哥没有被诱惑走上歪路 Oliver也算是彻底放心了 他和费利西蒂还有未完成的使命 继续默默守护着这个多元宇宙 至于Barry 他没有什么可担忧的 见证了无限个多元宇宙的Oliver 从未见过一个比Barry更优秀的闪电侠 他已经拯救了这个城市180次 这也是闪电侠播出至今的第180集 Barry直到今天都在庆幸 2013年他登上了前往星城的列车 遇到了Oliver这个导师 或许人生轨迹不是因此而转折 但Oliver的确成就了Barry 他也必须要离开了 还希望Barry买下一单 自己是一万富翁 但幽灵形态从不带钱 离别时 Barry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Oliver能观察到一切 他想知道自己有没有浪费神速力的恩赐 Well Barry you tell me Do you give people hope Are you moving through your city Like a guardian angel That bolt of lightning chose you I don't think that bolt of lightning Struck you Harry I think it chose you Watching over your city Like a guardian angel Making a difference Do you make a difference Happy birthday 这一集仿佛将我拉回到了每年都要联动的日子里 想起那绿剑宇宙并肩作战的画面 一切都变成了最美好的回忆 Oliver好像从未老去 仍是当初那副面孔 Barry也始终是他最好的迷地 其实从神力侠最终记播出开始 我就想要制作一个特辑 用来今年这么多年来 绿剑宇宙为我们做出的表演 但始终找不到一个感觉 也没法用某些画面去表达自己的感受 结尾我会放出一个小片头 是一个很简陋潦草的小样 希望大家不要嫌弃 完结后会慢慢地将它完善 做不到完美 但会做到无愧于心 最后我感谢奥利范的客串 让我们大家都有了对它告别的机会 李建霞 你没有辜负这个城市 问我什么 Pandemie 那些人都被拘捕了孩子 只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并不太好 并不是正确 我知道 我认为我并不是很快 并不是很快 你有这么好的心 而且是比较好好的心 比较快的心 当我11年我的母亲被判死了 我早晚 我看了什么 我看了一个光光的光 他死了我妈 他们被捕了爸爸 他们都被捕了 他们都告诉我我看的不可能 在这些灯片里有一个人 我的天啊 我来吧 他在哪儿 他在哪儿 像现在 看来 靠来 你都在招勤 都在这儿 我叫Cisco Ramon 她是Katelyn Dr.Snow 你会在过程中 在哪儿 九个月 您回来 您的回事 您回来 您的病毒 您的病毒 每次你都在上载压力 你不在载压力 您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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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 我很好 真的,我感觉平衡 谢谢你为了救我的生命 你真的不相信他能跑这么快吗? 我相信任何可能 B,你认为世界是温暖的 不是,你认为你移动这么快 I do cause some restraint I guess I wasn't fast enough And it's better to have a good heart than fast legs They all told me what I saw was impossible Inside the lightning there was a man They arrested my dad I'm still sitting in Iron Heights for her murder I don't think that bolt of lightning struck you very much I think it chose you watching over your city like a guardian angel I'm making a difference I'm saving people Now I'm gone, barely here I need a Stage I we want yeah coo I like for you I found out we are all out of the world